你 你 怎么找到我家来的 进 进 然后你来就来吧 干嘛还 干嘛还带这么多东西 这是我妈让我给你送来的未问题 你表彰你劝嫁的应有欣慰 谢谢你妈妈 但是这些东西呢 我真的不能要 你看是这样 反正我只负责送来 负责拿回去 对了 还有药酒 对你的伤有好处 这也是我妈的意思 这个可以留下 祖传秘方 一天两次 谢谢 水开了 你就吃这个啊 手坏了 暂时的暂时的 水给我 你干嘛 给给我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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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没有过气的东西就这些了 你这样就吃了 这是刚刚的那碗方便面吗 好 香啊 此味道只有天上有 你明天还来吗 你快吃吧 真以为我是你厨子啊 那我不客气了 烫 燙 走 爹哥 喂 小心 你别哭 怎么了 等了 她要跟你分手 你在那儿等我 我马上到 你哪儿都不许去啊 你在那儿等我 一会儿见 拜拜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 出什么事了 小鑫要跟她男朋友分手 你这么喜欢杜小鑫 你为什么不追她 我哪儿有 你怎么看出来的 在公园里 你为了杜小鑫 劈头盖脸地教训我一顿 谁看不出来啊 我那是教训你吗 我那是在跟你讲道理 你看 你看 我还以为你心宽不记仇呢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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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吧 别让她等急了 我也先走了 好 再见 你说 我找到新的工作了 真的 祝福你啊 上次搭你妈妈帮小石头盆 工作的事情 有消息了 附近一个工厂 现在正在招聘 具体时间 我打电话告诉你 好 谢谢 谢谢你 怎么样 别哭了 再哭长城都倒了 来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吗 你说华月有什么好 分就分了 备胎还在 不要分手 好好好 不哭不哭 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我去帮你找他 他不跟你好我就揍他 我揍到他答应为止 行不行 不行 你想帮我想想办法 这个办法真的不太好想 你说话 这华月真是他安的什么心呢 他为什么要非要让你搬出去住呢 他是不是对你有什么不轨的企图 你烦不烦啊 你要在这儿有什么事我都不告诉你了 别 那不行不行 那你倒帮我想办法啊 想想 那你想要哪个类型的办法 什么办法都行 只要让我爸妈同意我搬出来住 华月就不会跟我分手了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和他在一起了 帮你出来 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妈妈的脾气 她说一 谁干二 你干二 你是警察 我当警察呗也是为了你 你是为了我 那你现在倒是发挥作用啊 你发挥啊 我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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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妈妈为了不让你搬出去住 给你买了辆车了 下了血本了 买辆车有什么用啊 躲在这个车里跟公交正要有什么量样 那可区别大了 你最近晚上在自己的车里 闻不见别人的夜臭脚肉 还有早上起来吃韭菜包子味道 你笑了 你别拼了 行不行 你就不能帮我想讲办法吗 好好好 我这不是活跃一下气氛吗 我想 想办法 那你别哭了好不好 我想 没哭 杜小新 杜小新 你说说你的眼泪 什么时候都会火掉两地 那你那个什么时候 我呸 告诉你 我生命现在尝着呢 别咒我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了 你快说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你先说 你先说出来 我 好 那你来 你什么呢 他咋说 我应该说 你供意 付大宇宙 你什么事 你没有说 你没有什么事 你等一下 我听你 评似那个 你 smash 你慢点啊 小心点啊 慢点 慢点 你当心当心 这有个桌子可别碰着啊 对对对 小心 这 这多怪我 也没给你找个陪电机 让你上路了 今天第一天开嘛 那路上实在是太堵了 我想走近那儿 结果就成这样了 没事多开几天就好了 别多开几天了 一天都不能开了 是 别开了 现在车祸死亡率 已经跃居第二位了 对 仅次于疾病 来 我看看 让你爸爸 没事吧 嗯 还好 就是上朝今了 恢复恢复恢复我就好了 嗯 小心 明天别上班了 休息几天吧 哎呦 我可不行妈 我这团队还排练呢 你都这样了怎么能上班呢 没事 我是战士 哼 没事 没事 灯炫 你能这么想呀 那就对了 我挺害怕的 怕什么呀 我怕放他走了 他就再也不回来了 看你说的 只要孩子将来 能生活得快乐幸福 回不回来都不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你带我来 请你带我来 我一会就走 你先走啊 拜拜 布总 这些气动颗粒悬浮床的阴谋资料 陈总呢让你发现一下 下周一上班时间交给她 这么多呀 这些只是开会需要的部分资料而已 你先看看吧 等一下 还有事吗 是这样 这些呢 我今天可能做不完 我可不可以拿回家 我回家做 可以 但是周一上班的时候 你必须把所有的资料都带回来 好的 谢谢 我妈终于同意我搬出去住了 你这招简直太灵了 给你 五分 说吧 准备怎么答谢我 随便点 我请客 我都点了你才说这话 我要赶紧告诉华月一生 我要赶紧告诉华月一生 怎么关机了呢 你要是能像对华月那样的好来对我 那我一定开心似的 我对你不好吗赵承宇 不是你对我的那种好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好 又来了 华月有什么好的呀 他不就是会弹琴唱歌吗 我也行啊 我可以学啊 赵承宇 你是不是还没有谈过恋爱啊 你这个不是废话吗 我告诉你 你只有真正谈过一次恋爱 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爱情 绝对不是我们两个之间这种 那种感觉很奇妙 它会让你面红耳赤 会让你有时候语无伦次 反正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你试试就知道 你又不跟我试 如果有一天你喜欢上一个女孩 在某一个瞬间 你的心脏就会忽然不规律地 碰碰 跳几下 那就说明你爱上她了 你对我有这样的感觉吗 难道没有吗 不过去 小彤啊 你一夜没睡啊 我们这些资料啊 下个新一开会要用的 所以我得赶快弄完 要不然老板会发火 擦得太凶了 不能这么熬夜啊 身体要吃不消的 赶紧睡啊 妈 你看我就说用几夜了 我弄完了就睡啊 工作很重要身体也很重要 身体弄坏了什么都白搭了 妈 我一会儿就睡弄完了就睡 你快出去了 出去了 出去了 一会儿就睡了 这房子还行 还有个客房 以后我们来的时候啊 也能住 这边南北冲透 空气挺好 交通的也比较方便 最重要的是 您您女儿单位非常近 步行也就十来分钟 以后上班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小心 怎么样 小心 我问你话呢 挺好的 就租这儿吧 那我们就把这房子租了 那行 那您随我下去一下 好好好 女伯 好 你们俩去不去 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吧 我陪她 好行 好 你们在啊 好 放心 陈宇 华月的手机一直都不开机 都两天了 怎么办啊 你有没有去他们家找过啊 找了 家里没有人啊 你说她会不会出事啊 应该不至于吧 你说她怎么就那么绝情呢 一点挽回的机会都不给我 好像这个也不太至于 小心 别着急 她不是经常去外地吗 很有可能去走血了对不对 你给她发信息 告诉她你现在的情况 让我等她的回信 好吗 你们俩俩啊 最难的日子已经扛过来了 以后只会越来越好 陶大姐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 怎么了 你看 我现在身体恢复得也差不多了 我就想找个活干 补贴点家用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行了 雅丽艾 回头我再寻摹寻摹 在游乐园的旁边 有个劳务市场 你要没事 回去的时候 可以顺道去那儿看看 对呀 一会儿我就去 请问 你做过家政服务员吗 行 请问 你做过家政服务员吗 行 行 行 来 这才活的 好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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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活不多 人就一个 你就照顾一个小姑娘 天天给她打扫把扫肥生 每天呢就做一顿饭 也不需要你二十四小时 都陪着她 你看行不行 那不行不行 你做过家政服务员吗 你做过家政服务员吗 是你们家要请保姆吗 不是保姆 是终点工 是你自己家吗 是不是我自己家 有什么关系吗 不不不 我是想说 你家有几口人 有没有孩子 活多不多啊 活不多 就一个人 你每天去呢 给她打扫打扫卫生 做一顿饭就行 我去 嫁我活了我都行 打扫卫生 买菜做饭我都行啊 可是不能留你住宿 你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 我自己有家有地儿住 那你看工钱咱们怎么算了 都可以 我是说 看着你像好心人 不会亏待我的 好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我看看你做的家活怎么样 如果好我就留下你 然后咱们去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 钱我付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 我一定好好干 去找宿家 那儿 我去找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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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这是把家里当食堂了 不是 那人吗 要是没饭你给我点钱也行 你出去吃去 你除了吃能不能干点别的 那你要不让我吃吧 你吃饱了我怎么干别的呀 你厨房还有剩的我去吃饿的 我不吃剩的 那你吃什么 我说啊 你们怎么都这么抠了 给点钱不行啊 再说了 我爸给我留那么多东西 全让你们给占了 我还没找你呢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们要再这样对我 当心我会多给你们打官司 把我爸给我留的东西 全给要回来 好啊 你现在就去 你现在就去 你现在就找个人 来给我们打官司 我们供了你吃供了你 喝对你那么好 你一点也不恋情 你就跟你的亲妈一样 一样是个白眼了 你说谁呢你 我说的就是你怎么了 我说的 我说的你干什么 你跟我说的你别动 我说的 你别了 我说的你忘了 你别了 我说的 你给我滚了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你滚你滚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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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有人吗 江丽 也是不是 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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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记住 回头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 你每天都要给我汇报 你 你让我监视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不是希望他好吗 我怕他结交一些坏的朋友 那倒是 那倒是 你看这钱怎么算呢 是按天小时还是按月 钱不钱得不重要 也不是不重要 那这样吧 我每个月付你两千五可以吧 这么多 不用不用 就算是报销电话费 那谢谢啊 这事呢 一定不能让我女儿知道 一会儿他回来了 我就说我给他请了一个终点工 他一会儿要回来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小夕回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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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那弄得怎么样了 都差不多了 小夕就可以住进去了 小夕 妈妈给你请了一个终点工 对不起 你叫什么 我 我叫雅丽 雅丽阿姨 她每天啊到你那儿去把你打扫卫生 你要是想吃饭呢 晚上她就帮你做顿饭 太棒 怎么不用啊 你都不会打扫卫生 她从小到大 连扫把都没拿过 这天不去你那儿都成垃圾堆了 小时工的钱妈妈付 好吧好吧 妈妈想要那么周到 那我就接受呗 妈 我刚才买了一套传单 你过来帮我看看 好好好 你叫我刚才选的颜色 选的好不好 我感觉了 这个颜色不错 你看这个啊 这我刚才选的颜色 特别颜色 艾琳 你给陈总发印的资料准备好了吗 十点之前一定送到陈总办公室 会议已经提前到九点了 而且陈总已经到了 你收拾一下给他送过去吧 谢谢姐 我这些资料都是手写的 我们家没电脑 我刚打了一半 怎么办啊 这个你和陈总去解释吧 你跟我讲 没有用 好 挺进 把东西放下你可以走了 有事吗 有事吗 对不起陈总 您要的资料只有手写稿 我还没来得及输入电脑 您看看能不能用 交给客户手里的 应该是打印好的资料 而不是你这手写稿 您可以不留我在这儿工作 但是您不能默示我的劳动成果 这是我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一字一字翻译出来的 如果不是突然提前一个小时开会 我不会玩不成的 作为一个专职的文员 你的任务就是 整理好各类的文件 应该早早地把这些准备好 不是临时报复小 到开会一个小时前 你把文件打印出来 连校对都没有校对 谁敢给客户看 你明白吗 一字直查 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今天会议提前一个小时 是客户要求的 你是不是让我去跟他们说 因为我的文员 没有及时地把文件打印出来 导致会议延误 你说你熬了两个通宵 把资料翻译出来 的确很辛苦 如果这段生意谈不成 你所有的辛苦都是无用功 别说你熬两个晚上 就是十个晚上你不睡觉 也毫无意义 现在还有二十分钟 客户就要来了 我没有资料 你让我怎么开这个会 陈总 客户快到了 产品资料 你去把负责玄荣 销售主管玩玩亚找来 现在只有她 对这资料最为熟悉了 让她在会议室 对客户现场讲解 你还站着干嘛 赶快把资料打印出来呀 陈总 王经理 他今天不在公司 我还得了 我问他 我考读他 我就跟他一家 就好 我会得到 他不让你 我会得到 我打热他们 你已经有一家 感谢观看 你跟我来 不要怕 把资料内容清清楚楚 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我相信你的能力 大家都来了 坐坐坐坐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快坐坐坐 就不耽误各位的宝贵时间了 让我们公司的路童 为大家详细地讲解 气动颗粒悬浮床的相关性能 可以开始了 医用气动颗粒悬浮床 是一种新型的医药用床 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浴缸 但是缸里面装的不是水 是很细的颗粒 形成了颗粒床 等会儿等会儿 杨总有什么疑问吗 我真是想知道 这个悬浮床到底有什么优点 你能不能简单地跟我们说一说 悬浮床的优点 大概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 它可以减小皮肤表面的压强 因为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这样就不会是无妆 都可以这么说 所以它可能是它的特殊 但是它是很好的 它不能简单 但是它不会是需要的 补床 它是很好的 它组织电脑 就算第一 它组织电脑 是最好的 它可能是没有 很好的 它真的有意思 就不可能是 但是有什么 咱们就不会 我们的 药室的样本呀 我会尽快的快递给你 好好好 那陈总做生意 又不是第一次 比生日子效率最高 以后会越来越好 好好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再见 陈总 今天表现不错 这仅仅是开始 这就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 不要再发生 陈宇 你可算来了 这么急啊 我想让你陪我去找找华月 他回来了吗 他根本就没走 他在躲着我呢 我今天看到他车了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他 可是后来给跟丢了 那这茫茫人海的 咱们去哪儿找 他家 我们老板啊 就指着我说 你跟我来 我当时就懵了 接着他就说了 要是让你在所有人面前 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你有没有问题 我还没回答呢 他就说 现在没有时间了 不管你有没有问题 都要变成没问题 接着我就被他 领进了那个会议室 那么多人在我面前坐着 我就这么站着 我这手啊 我都不知道 该往哪儿放 就把你下的话都没了 钢子哥你太小看我了 我能下的话都没了吗 别说 后来呢 后来我就赶鸭子上架 我也不管了 我就把我知道的 全都说出来了 那是把他们全震住了 反正没说错 安全够怪啊 没说错就好 来来来 你吃点啊 我今天啊 得多吃两碗饭 太惊险了 我还想拿到他们 我进了眼睛 好好假设 还要不浪费 革命了 要好 我去才干嘛 你吃脸 就能吃脸 你吃脸 你吃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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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日子 要不就出去闹事了 可怎么办呢 妈 只要她不出去闹事 你就随她去呢 不就是多个人搁张嘴啊 我又不是有福气了 可老这么混日子 也不是个办法 一夜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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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中了 我中了 中什么了 中奖了 妈 什么钱啊 你中五百万了 五块钱 不过一问假之后 这是好兆头 我跟你讲 明天我还接着买 钢子 你干嘛去买彩票啊 买完啊 万一那中五百万呢 怎么可能啊 我要中了五百万 给你一百万 给我姨一百万 妈 你看钢子哥多大方 给我们一人一百万啊 我跟你说啊 我说的是真话 那 你说什么事呢 给呀 每人一百万 这下四百万就没了 你就剩一百万了 是啊 妈 钢子哥啊 就用这一百万 再去买彩票 然后再赚一百个五百万 一百个五百万多少钱啊 五个亿 你都成世界首富了 那我 我跟你讲 小冬 你还真别不信啊 一 人家那 电视有句啥话来的 对 一切皆有可能 好 皆有可能 钢子哥 咱们啊 不能跟别人比 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小冬说得对 小冬啊 嗯 我有个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我在外面 找了个活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让你找活干 你怎么又 小冬 你别着急 不是什么重活 就是在人家里啊 陪人老人家 说说话 聊聊天